人将聚货男子却还不断狡辩 我没有聚为己有啊 你就是在骑啊 我还有在骑 我只要把他拉后面一点 就是你骑过来的啊 毕竟上一秒才亲口承认 车子就是自己骑过来的 虽然说会还回去 但这已经构成偷窃 上个月30号新竹竹东警方 接获民众报案发现失窃机车 警方寻现追查到沿河街 埋伏看见56岁的刘姓男子 正好要发动机车 虽然他不断否认 但罪证确凿一线刑犯逮捕 只不过隔天 同一条街的一处民宅 晚上10点多窜出火蛇遭纵火 警销道场处理 发现屋主就是同一名刘姓男子 放火的也是他自己 你烧的是不是 对 你用什么烧的 我用那个 塑料袋 塑料袋 说是要改建家里才会点火 警方当场以公共危险罪嫌 将刘姓男子逮捕送办 只是坐笔录时 他又改口 是因为前一天偷车被送办 心有不满越想越气 才会纵火来泄愤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只要出狱回来 就会到我们这些邻居 这些邻居的附近 搞一些事情 之前一次是人家为了讨债 拿不到钱 来他家里烧 屋外墙上确实还有喷漆 写着还钱的字样 幸好当时及时发现 但这一次火灾是发生在晚上 邻居家也遭受波及被熏黑 而男子频繁脱续的行为 也让邻居不堪其扰 TVBS新闻 陈世明蓝亭 新竹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